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李一璇 马上来关心到了 今年第18号台风原规 晚间8点半发布海上劲爆 由于原规的结构重整增强当中 外围环流加上东北风 预计明后两天对台湾影响是最大的 要注意了不但要小心好雨 甚至在12号开工的当天 北部的民众将要顶得7到10级的风雨 来上班上课 在尔软比东南东方 大约73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将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 向西的方向再逐渐前进 前进的过程当中 目前巴士海峡是我们海上警戒区域 我们要请巴士海峡的作业船只 一定要严加戒备 然而目前原规台风 虽然是一个轻度台风 中心风速大概每秒23公尺 但它未来还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而且这个台风 它处在一个季风低压之内 在这个低压之内的特征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除了台风以外 在它的北侧的强风 也都是特别的明显 因此未来在11号 12号这段期间 虽然说台风大致上 已通过我们巴士海峡 这个路径为主 但在这周围的海域 它的风浪都特别的强 而且要特别注意 东半部地区 北部地区受到它的影响 所带来的强降雨 我们先从卫星图上面来看 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台风的中心 并不是在这个红色 比较强的对流的上面 主要来说 它是在它的下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在它附近 都还有一些中心在互绕 代表它的组织正在调整当中 未来都还有增强的趋势 由于中心的北方的对流 相对比较强 现在目前的强风区 比较强的降雨区 也对它中心的北侧这个地方 那么从卫星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北边有一道封面 这道封面后面是个高压 我们进一步从一周的预测图 明天晚上的预测图告诉大家 预估在这封面 逐渐向东移动的过程当中 后面的高压也逐渐向东移动 明天台风再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 来到巴士海峡 也是旅宋岛的北方海面这个地方 台湾附近的气压梯度变强了 什么是气压梯度变强 就我们看到这些等压线 变得比较密集 而这种东北 西南的走向 带来比较强的东北风 比较强的风力 所以明天各沿海地区的风力 都来得特别强 我们进一步再从浪高 跟风场的图来告诉大家 预估明天早上8点 预估明天晚上8点这段期间 这个颜色要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粉色系 这种系列代表平均风力 达到7级或8级左右的风力 台湾附近的风力 平均风力都可以来到7级以上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台风的中心虽然在比较南侧 未来它已通过巴士海峡为主 但台湾附近的风力 都还是比较明显增强的 而且这些风力除了平均风 有7至8级左右 阵风预估在台南以北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玉岛蓝雨跟澎湖金门 马祖这些地方 都可能会出现 9到12级的强阵风 除了沿海风力大以外 比较靠近内陆一点的地方 也都可能会有强阵风出现 而这样的风持续到明天白天 到明天晚上都还持续着 我们可以从这些曲线上面可以看到 明天代表的是台湾附近的浪 也都特别的大 目前来说 其实在台湾的东侧 像台东 蓝雨这些地方 已经出现3米左右的浪高 其他地区的浪高 大概接近1.5米左右 明天预估 整体台湾附近的浪 一直持续到12号这段时间 甚至可能出现5米左右 这段期间请大家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请大家千万不要到海边活动 这是特别危险的 新闻局目前也发布强风特报 针对明后两天 在台南以北东半部